每天吃完晚飯,爸爸都會四處逛逛 他說不動,個人好像會退化 想起上一次陪爸爸一起逛,已經是幾年前的事 那時候,我每樣東西都不信你,打算跳下去就一了八了 爸爸一路走,一路跟我說,做人簡單點 這條路走不通,就走第二條路咯 總有一條,你走得過的 同一條路,爸爸一走,就走了幾十年 我呢,還在鬥鬥,轉轉 記得小時候,我最喜歡跟著爸爸後面走 但是不知道我走得快,還是爸爸走得慢 我經常都會踩到他的鞋子 爸爸每次都說我麻煩,有這麼大條路不走 每次都要走到他後面 我笑過改,不過走走走,又踩到他的鞋子 大過了之後,我沒什麼機會再給他說 因為我已經沒什麼時間跟他一起走 今天,看著爸爸的背影 我決定拿去攝錄機 我跟自己說,真的不知道誰會先走誰一步 到時,可能想認,連背影都未必認到